这是美军下一代装甲战车的主力武器 口径高达50毫米与二战时期坦克炮相当 拥有坦克炮一般的火力和机炮的射速 堪称是大规模装甲集群的致命克星 该款武器就是由轨道ATK公司研发的XM913型50毫米机炮 美国轨道ATK公司是一家业务范围广泛的企业 不仅从事航天发射任务 为NASA发射卫星 为国际空间站发射飞船 其在军火制造方面也独树一帜 涵盖了火炮弹药和导弹等领域 尤其该公司制造的大毒蛇链式机炮更是名文侠儿 美军几乎所有战斗载具和舰船上的小口径机炮 都用的这家公司的产品 例如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的M230型30毫米机炮 以及M2步兵战车上的M242型25毫米机炮 这两型机炮都属于经典的外能源炼士炮 性能极为可靠 而且不受瞎火弹的影响 在海湾战争中发射平油穿甲弹的大毒蛇机炮 不仅击積穿了伊拉克军队的T55坦克前装甲 甚至击落了飞行中的反坦克导弹 2018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将该公司收购后 其被合并为诺格创新系统部门 并在2019年美国陆军协会交流会上 首次公开展示了新型中口径火炮系统 这就是本期主角XM913型50毫米机炮 口径在整个大毒蛇系列中名列第一 和25毫米口径的机炮相比 50毫米炮弹重量是其6倍 爆炸威力却是其10倍 发射的脱壳穿甲弹有效射程可达5.3公里 这几乎与一般的主战坦克120毫米主炮的射程近似了 发射可编成空爆弹的有效射程为3.2公里 更是目前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装备的 M242型25毫米机关炮的两倍 当前世界上各国的步兵战车 主流搭载的是20到30毫米机炮 因此XM913型50毫米机炮 会使美军步兵战车获得射程优势 其最高射速每分钟200发 也就是说可以在一分钟内倾斜200发威力巨大的50毫米炮弹 将对手的装甲目标打成马蜂窝 堪称装甲战车专用大杀器 虽然是XM913一门新炮 不过其使用的50x228毫米炮弹的弹壳尺寸 与35毫米炮几乎一致 只要更换炮管和后座装置 35毫米炮就可以直接升级为50毫米炮 并且弹药储备量也不变 而大口径机炮的优势十分明显 首先就是威力增大 别看口径只是增加几毫米 无论是穿甲威力还是爆炸威力都有极大提升 拿大毒蛇机炮举例 25毫米炮在一公里的距离上对军制装甲穿深大概50毫米左右 而30毫米炮就暴增到100毫米 而XM913发射的长杆尾翼脱壳穿甲弹 威力是25毫米机关炮弹的十倍 能在一公里内穿透200毫米厚度的军制装甲 这是二战后第一代主战坦克前装甲的水平 其威力甚至比二战后早期的100毫米坦克炮威力都大 并且随着可编成弹药的普遍应用 其对于步兵的杀伤力得到恐怖的提升 2018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就做过一次 MK44型30毫米机炮的实弹射击演示 分别射击了砖墙、钢板、战壕等目标 其发射的可编成弹药可以设定炮弹的起爆方式 和爆炸的精确距离 在射击砖墙时 炮弹在墙体内爆炸 仅需几发就能把砖墙炸塌 射击钢板时炮弹穿透钢板后爆炸 模拟击穿敌方装甲车的效果 最撞弯的则是攻击敌方阵地 炮弹在模拟目标正前方空中爆炸 弹片横扫敌军阵地 一个连发过去 基本上敌人阵地每一米的地面都被弹片覆盖 战壕和攻势在这种弹药面前完全失去作用 相对于30毫米口径炮弹 50毫米弹药的杀伤力范围会加大很多 所以无论对付硬目标还是软目标 大口径机炮的优势都十分明显 目前该款机炮会搭载高爆榴弹 可编成空爆弹与脱壳尾翼稳定穿甲弹 三种弹药相结合能够应对战场上的任何任务 可编程空爆弹可精确打击 在掩体战壕攻势内的敌方士兵 也能精确摧毁无人机等小型低空慢速飞行目标 脱壳尾翼稳定穿甲弹 则是专门对付装甲车坦克等装甲目标 整体造型上XM913机炮体积紧凑 可以集成到各类新型装甲车上 与先进的火控系统自动瞄准系统融合到一起 成为威力巨大的火力系统 正在竞争美军下一代步兵战车的 通用陆地系统公司格里芬三步兵战车的样车 已经装备了该款机炮 而这也是美军下一代步兵战车火力的硬性要求之一 其实步兵战车发展到现在 其重量与火炮口径都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早期的步兵战车重量基本在30吨以下 机炮大多是20毫米口径 而现在的步兵战车都是全身重甲 重量不少和中型坦克相当 比如德国的美洲师全重就达到43吨 而以色列的死虎步兵战车 更是达到比许多坦克还要重的62吨 步战的机炮也从20毫米 25毫米 30毫米 一路往上走 40毫米埋头弹刚刚成气候 这边50毫米炮就紧锣密鼓的造势了 不过与支相比50毫米炮使用的都是成熟技术 比起全新的40毫米埋头弹 其风险上还是要小很多 当然也不是简单把火炮口径加大 就能获得更大的威力 当年日本自研120毫米滑糖炮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日本将105毫米坦克炮扩糖换上120毫米炮管 炮弹出速和唐牙都与德国造的120炮差不多 但是穿甲深度却和原版炮天差地远 除此之外 炮管寿命也差很多 所以最后只能老老实实去买德国的炮 而XM913是在整个大毒蛇机炮家族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其稳定性无疑比从头开发高的不是一星半点 作为反面教材的对比 火力军要提一下最近俄罗斯在战车上搞的57毫米炮 这门炮口径更大 看上去更猛 但是其却是将过去的57毫米高射炮 改头换面给装到步兵战车上 整体上基本上没有做改进 俄罗斯这款机炮在穿甲威力上 一公里以上可以穿透130毫米厚军质装甲 还比不上40毫米埋头弹 其射速也仅每分钟120发 此外也没有开发专用的可编程弹药 用的还是过去那些库存货 因此其在军事展览上的高调亮相就令人生疑 至于俄军目前还没听说有装备的异象 当然步兵战车上的机炮口径增大 也不是没有缺点 首当其中的就是备弹量会减少 而备弹量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只有具备一定数量的备弹 步兵战车才能具备较好的持续打起能力 而50毫米口径的最大问题就是备弹量过少 举个例子来说 使用30毫米机炮时 一辆步战车的备弹量为213发 在使用50毫米机炮后其备弹量只会剩下93发 一门50毫米机炮的备弹量只有30毫米机炮备弹量的一半不到 少了那么多弹药对于步战车的持续打击能力影响很大 这也是英法等国研发埋头弹药的一个原因 可以将火炮威力和炮弹的体积较好的均衡 适应步兵战车狭小的空间 但XM913型50毫米机炮使用的是50x318毫米炮弹 其由常规炮弹发展而来 虽说炮弹长度有所减少 但与埋头弹相比体积完全不占优势 但总体而言 该型50毫米机炮是有史以来 美军为装甲战车研发的威力最强劲的中口径武器系统之一 它的出现不仅伴随着射程与威力的提升 还将使得美军战斗模式产生巨变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该型机炮性能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打赏支持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